郭千亭台来说会是不断的 自己的状态 因为三十几天前 我看到一个电视新聞报道 报道什么呢 台南有个成功大学 八个大学生 半夜里面发生火灾 想要逃都逃不了 在龙岩向分的时候 每一个人倒在那个楼梯口那边 我看到八个妈妈围在一起哭那种景象 你们看他心都很酸的 这些人如果是我们的孩子的话 我们心都很酸啊 那怎么办啊 让这个事情不要再发生就好了 再设计一个工具 以后如果发生了火灾 大家可以有一个逃生之路啊 但电视常常告诉我们 火灾的时候不能坐电梯 火灾的时候不能走楼梯 因为烟中效应 一氧化碳从那里穿上来 不能坐电梯不能走楼梯 那从哪里啊 阳台啊窗户啊 但是阳台窗户没有工具 直接跳下去又怎么样啊 不是断手断脚 就是脑震荡 就可能会死掉 所以应该来设计一个工具 让大家去用 挂在那边 平常不要用没关系 万一发生了火灾 就可以拿来用了 第一个想到什么呢 降落伞 我看到阿丁哥 坐着飞机飞飞飞飞飞飞 飞到半空中 阿丁哥跳下去 拉开中落伞 就可以降落到地面上 很安全的啊 可是我家如果住在二楼 住在三楼 高度不够 跳下去还没有拉开降落伞 已经到地面了 哇那不行的啊 那帅上的啊 那怎么办呢 第二个想到溜滑梯 我以前国小的时候 坐溜滑梯 咻就到地面上 很安全的啊 但是我家如果住在三十楼 住在四十楼 溜滑梯要很长呢 那溜滑梯那么长 万一不小心滚下去 也是会有危险的啊 所以我把溜滑梯 改成螺旋式的 从上面这样溜下来 可是我做一个四楼高的溜滑梯 从上面溜到地面上 晕头转向 就快要昏倒了啦 不能用 想了很多的方法 爬杆啊爬绳爬梯 没有一个满意的 有一天 一个礼拜六晚上 接到一通电话 我高中三年 最好的同学 三年都住在一起了 同一个宿舍 他照顾我 跟我非常好 打电话给我 诶同学啊 那你以前每年都会来我们家玩一次啊 那今天人都没来 没来玩啊 我今年在创业啊 我在发明我的东西 没时间 他说你要来啦 我们种了一大片的葡萄 下个礼拜就要卖掉了 你最好来吃第一个 请你吃 我说好吧 那你反正我在想我的发明 想到头昏脑胀了 想不出来 出去散散心 看头脑不会清醒一点 所以骑着三轮的机车 到台中有一个新色乡 新色乡有花海 花海的旁边 种了一大片的葡萄 但是葡萄很高 同学说 诶 你脚不方便 你不要踩 你坐在那个大石头上面 我才给你吃 我说不要 我这个人很喜欢任何东西啊 动动手去试看看 这会比较有意思啊 他说可是那么高怎么办啊 我说你把那个桌子拉过来借我一下 垫上去 还不够高 再把那个椅子垫上去 爬上去 诶 可以把葡萄踩下来 葡萄勉强踩下来 葡萄整反弹回去 打到了一个蜘蛛网 蜘蛛网里面有一只蜘蛛 蜘蛛被我动了一下 吓了一跳 哇 他吐出 降到地面上 躲起来 哇 看到这一幕啊 高兴地几乎跳起来 正在想说 我的发明 我要做一个发明 一个逃生的工具 用什么方式逃生比较好呢 想不出来 那个蜘蛛告诉我 用我的方式逃生应该最棒的啊 所以后来啊 我的公司要成立了 公司的名字要叫什么啊 为了感谢那只蜘蛛啊 所以把他取速跑的 因为公司 那个那个蜘蛛的名 那个英文叫做spider 把spider翻成那个音 速跑的 就是为了感谢那只蜘蛛 成立了公司 第一个 产品就是做缓降机 缓降机 又模仿蜘蛛逃生 回家赶快换一只蜘蛛 可是问题来了 人那不是spiderland啊 人不能吐湿怎么办啊 人不能吐湿 人可以用工具啊 跑去五金店 买一条绳子 很长的绳子绑在腰这边 绕过一个滑轮 那人跳下去 滑轮在旋转 那人这样跳下去 可是越来越快啊 因为有一个重力加速度 每秒钟会增加9.8公尺 第一秒9.8 第二秒19.6 越来越快 那不行的啊 要让他同样的速度 慢慢下去才行的啊 但是问题来了 火车的时候不能用电 火车的时候没有电 那电线可能被烧掉了 那个电力公司可能把他转电了 不能用电 在不能用电的情况之下 只能够用自然界的原理 要让每一个人体重不一样 都能够等速下降 小朋友可能10公斤 大人可能60公斤 大胖子可能100多公斤 要让他们同样制度下去啊 你不能说小胖一秒钟就到了 小朋友半个小时才到 那不行的啊 要等速下降 可是没有电 怎么样让他等速呢 哎 去做了很多的实验 去买汽车的煞车片啊 离合器片啊 来丁片啊 用压板把它压住 用弹簧调整它的压力 调得太紧了 哇 下不去 调得太松了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那怎么办呢 想了 两个礼拜 做两个礼拜的实验 没有得到一个答案 有一天 要去买弹簧 骑了三轮的机车 骑太快了 越起越快越起越快 快到一个速度的时候 路边跑出一个小口出来 跑出小口出来 快要撞到了 刹车来不及了 那人有一个直解的反应 会转弯 转弯啊 完蛋了 翻车 突然转弯 车子往左边翻 人就飞出去了 还好 戴着一点全哨师的安全帽 没有摔死 起来 肩膀的水擦一擦 想一想 刚刚为什么 车子往那边翻 为什么人往前面飞 原来啊 以前他读书的时候 有读过一个车子转弯的时候 有个力 叫做离心力 这个离心力 应该可以来用啊 车子转弯有离心力 东西在旋转也有离心力啊 哇 赶快去做了一个飞盘 圆形的飞盘 有一个厚度 刻了十二道的凹槽 对着那个中心 放射线的凹槽 里面放滑块 用弹档把它拉出 当我速度 当我那个飞盘啊 跟滑轮串联起来 绳子绕过滑轮 轮跳下去 滑轮的旋转 带动它 然后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快在一个速度的时候 里面的滑块 飞出来 跟外面的汽车的刹车片 产生摩擦 所以啊 到最后 反降机变得非常简单 只有利用三个力而已 第一个力 人体的重力 第二个力 离心力 键查速度 第三个力 摩擦力 限制速度 这三个力 达到平衡的时候 不管是个小朋友 一个大人 一个小胖 下去的速度 一模一样 算一算 理论上可行啊 可是真正的 跟滑轮算的速度一样啊 应该来试看看吧 坐来试就知道了嘛 做了一台 做好之后 我家住在四楼 四楼量一下 铁窗到地面上 12.5公尺 算一下 我这个每分钟下降10公尺 12.5公尺 大概1分12秒会到 应该来测试看看 买了一个马表回来 以前没有手机 就用马表 马表 应该来试看看 好把反降机挂好之后 打开铁窗 把绳子绑好 准备要跳的时候 我的妈妈从除网冲出来 把我拉住了 她说小鬼啊 你才失业几天而已 怎么跳楼自杀了呢 妈妈不是跳楼自杀了啊 我来测试看看 反降机的速度跟我算的有没有一样啊 妈妈说太危险了啦 妈妈昨天买了一大把的米给你试 妈妈那个米又不会告诉我 会不会害怕啊 这个速度会不会刚刚好啊 如果太半的话 我要加快一点啊 应该调整一下 所以发病的人 要来测试比较准啊 妈妈说这个太危险了 妈妈你放心啦 这个绳子要断 我测试过了 要600公斤 这个铁窗要断 要500公斤 我才36公斤而已啊 这不用担心 很安全的啦 妈妈说那你要小心喔 好妈妈 你帮我按马表 我很开始 按一下 到地面上停 按一下 看时间多久 妈妈说好小心 跳下去 开始 按一下 到地面上 按一下 妈妈时间多久啊 妈妈说1分13秒 哇太棒了 我算的是1分12秒 误差1秒 误差范围之内 算成功了喔 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体重36公斤啊 我的下半身都萎缩了 所以体重只有36公斤 那如果有一个小胖100公斤 她跳下去 会跟我一样吗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 10公斤 她跳下去会怎样呢 应该来测试看看啊 正在想的时候 我那个2岁的大女 躲出来了 现在已经30几岁了 诶 2岁 应该来试试看看 好爸爸这个玩具 你要不要玩啊 她说好啊 好那你眼睛闭起来喔 把她抱到铁壮上做好 把绳子绑好 请她短身过去 推下去 哇推下去 她吓了一跳 张开眼睛 一直哭一直哭 我不管她 我就关心我的马表 诶 开始 在地面上 时间多久 诶 也是1分13秒 太棒了 更进一步成功了 那应该来找一个小胖来试看看啊 如果家里都没有小胖啊 那怎么办呢 到社区去找啊 我住了一个大楼 大楼的社区 那一定会有小胖的 带着报纸到所谓市去看报纸 看喔 半个小时 诶 有个小胖走进来了 诶小胖啊 你体重几公斤啊 她说你问这个要做什么啊 我说我有作用了啦 你告诉我一下 她说105而已啦 好105 符合我的标准 好 今天忙不忙啊 她说今天礼拜天没事 好 有一个工作 只要1分15秒 可以赚3000块 你要不要赚啊 她说哪有那么好赚的 赶快带我去 好带她到4楼 小胖啊 你说要从这里跳下去 1分12秒就可以赚3000块了 她一看 哇这么高 我才不要呢 爸爸妈妈要养 还有小孩要养呢 我这个很安全的啦 我跳一次给你看 跳一次给她看 她说 你的体重才我的三分之一啊 我这个很安全 没问题的啦 那你这个600公斤才会断 你看 105而已 所以很安全 小胖在那考虑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走了半个小时 好吧 看在3000块的份上 我来赚 但是啊 看你们家那个小朋友的房间啊 有那个小的痰荒床 可先借我一下嘛 我把它摆在下面 万里我掉下去了 还可以端一端一下 不会死掉啊 我说好啊 你自己扛 小胖把痰荒床扛下去 扑好之后 咦 爬上来 有安全感了 小胖就 绑好 跳下去 开始 在地面上停 也是1分13秒 哇太棒了 成功了成功了 那这个 这个应该来做来买啊 做了500台的缓降机 做好之后 测试好了 经过两个月 连一只猫来问都没有 哇那怎么办啊 没有人来买 那我做好都放着 咦 因为我没有广告啊 大家不知道我在做缓降机啊 所以应该来广告 找那个 这个杂志社来 找那个建筑世界啊 消防器材的杂志啊 请他报价 登广告 多少钱啊 最便宜的 六千块 我的会计小姐 拿着报价单 跟我的存桌来 老板啊 你的存桌部里面啊 剩下三千块呢 那这个一直 这个广告要六千块呢 我们没有钱可以登广告了啦 下个月发布的薪水就出来了 那怎么办啊 没有钱登广告 咦 有没有免费的广告啊 就社会上有很多的资源 应该可以应用啊 跑去书局 买 买那个报纸啊 杂志回来翻 哇好多呢 很多 运动选手 打棒球了 打网球了 打网球了 得了 比赛得奖了 免费帮他报导 报导 打球技巧啦 成长的故事啦 家庭背景啦 一大片 都不用花钱 咦 我如果能够去参加比赛 如果能够得奖 那他们就会帮我报导了 可以打开视频度啦 所以去查 我这个有专利的 要参加什么比赛啊 台湾每年8月份 就办一个全国发明掌 那全国发明掌 我去调出来 拿了简单回来 哇 开始报名了呢 那报名 我开始准备 准备做海报啦 说明书啦 报名表啦 准备的很做到 那报名的时候 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 我的编号 426号 表示已经有400多件报名了 那 他这个 前三名有奖金的呢 奖金还不少呢 第一名 奖金还有15万呢 哇 如果能够 想办法 得到前三名 最好是得到第一名 那我 不但能够打开视频度 而且还会拿到奖金 太棒了